师傅,我知道你已经加持我特别多了 我知道就好了 你自己做了功德 师傅就会自然加持 你做功德了 师傅就会加持 你不做功德了 做功德就像一个炸的口袋一样 功德越多,口袋越大 越能吸收到好的气场 这还不懂啊 你没有好的袋子 你怎么能装好的东西啊 明白了吗 师傅,对,我想起来那个问题了 我想问师傅 就是如果没有法喜的做功德 那这个功德它就是出来 有漏呀 彻底它就有漏 但是它还是应该有好的地方 公德还是公德呀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有个同修 就是我听到您说这句话之后 我就想起我一个同修 他就是之前也是家里有不好的东西 不好的事情 然后他就去参加法会啊什么 然后去做功德之后 他就转给他的家人之后 他家人反而好像就出了一次那个 就特别不好 马上就生病了什么的 特别不好 然后家里说你不要给我功德了 说你这功德我不要 所以他想起是不是也是因为这功德有乐 那功德有乐 说他也是应该有功德的 为什么会造成不好的这种 很简单有两种 一种对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呀 嗯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听 有一个人就是的 本来人家给他算命 有雪光之灾的 嗯 结果呢他家里人给他功德 他生了一场病 一场病生完之后 好了化掉了 雪光之灾没了 嗯 我这个故事没跟你们讲过啊 有一个老太太 但是他那么恰好就发生到 他给他功德之后 他马上就成功了 对啊 消掉了呀 消掉了就好了嘛 啊这样 那还有一个一种情况啊 你说 还有两种情况 不是过去有个老太太吗 对不对 那个他算命 六十岁的时候 两个眼睛全下掉 人要死的 结果他拼命的念经啊 他知道这个事情啊 菩萨我不想死啊 我要严寿啊 放生啊 洗下你眼睛啊 等到六十岁的时候 两个眼睛下掉了 嗯 在菩萨面前哭啊 哭啊 菩萨我怎么眼睛会下掉的 嗯 结果菩萨就在梦中告诉他 本来你这命六十岁休矣 嗯 死了 就是因为你一辈子做好事 做善事 才让你大事化小 把你这个结果了 留了你这条命 但是你必须要承受 你上辈子杀人的果报 这两个眼睛下掉 咱还不懂啊 嗯 明白了 好了 嗯 师傅那 那如果就是没有发几个做功德 然后这个功德如果转 转给别人的话 那别人会不开心吗 会有不开心的感觉吗 没有 就是功德有肉 功德有肉 哦 功德有肉 比方说你转给人家一百 人家收到五十 哦 因为你做功德的时候不圆满呀 嗯 举个简单例子 你给人家吃碗菜 本来这碗菜是糖醋的 对不对呀 多好啊 你现在烧的时候 醋放的少了 糖放的少了 最后吃到人家嘴巴里不甜不酸的 嗯 那么你我问你人家吃到了没有了 嗯 吃到了呀 吃到了 他会不会不开心啊 就是你个吃的这个烂味 哈哈 不圆满 你不懂啊 好了 懂 师傅 好了 那师傅如果是就是像那个就是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真的自己已经有很多的事情现在弄不过来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可能自己原来的要做的事情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 那在化解这个过程中就自己修心这个也算没有懈怠吧 没有应该没有 就是算懈怠吗 没有没有没有 懈怠不是这么容易的 在拼命的做永远不会懈怠 只是在做的有肉和不圆满而已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 好吧 好了好了 谢谢师傅